竹佑婷有名字控 23万买人生第一咖爱马仕 华航空姐说 你要放上面还是放下面 然后我说我可以抱着 疯狂卫视主持人 竹佑婷来搜身 让他连搭机都想 一直抱着的是这一咖 这是我刚买的 为了纪念自己 在香港七年 因为在香港七年是 可以拿永久居民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 资深打拼在外的一个里程碑 但说起它跟这个包的故事 就很心酸啊 所以你知道现在Hermes很难卖 就是那种贵妇啊 她们自己是super vip 所以她们到最后就可以 自己变成卖 对我就是跟这种贵妇买 我买23万台幅 那原价多少 20万 她买19万而已 哇塞 被狠消了4万元 也因为她也想买到爱马仕包 她在美国比佛丽山庄 还去跟店员打交道 如果进去比佛丽 我想说选错店了 你面 你知道我那天看到谁 小雅娟 我想说 这么大咖在我前面 我怎么可能卖一根汤 买完这个以后 她就看那个店员的表情 我知道我就没戏 你知道 穷苦人家的感觉就是这样 来看看这高贵的小包里 塞了哪些东西 这个是特别从国外订回来的 因为我太爱这个blogger了 那这个snoopy就是 我就是少女心来的 是我男朋友送我的 所以无价 你看 Starbucks的那个咖啡 样子的充电器 然后 我实在是 太爱她的外形 她是我在网路上飙下来的 所以我大概花了大家两倍的价钱吗 我不知道 我不想造原价 少女心的她除了爱名牌 也是数字控和名字控 我很喜欢什么东西都我的名字 所以 上面就为了这个名字 就买了这个passport 为什么买它呢 因为它是19 我要暴露自己的年份 它跟我的生日年份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那一个年份的kitty 所以我把它买下来 所以没说是哪一个年份 我怎么会告诉你 怎么要买Google 自己Google 平贵浪类Google完是1980年出生 报导